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游戏里的机制也是相当丰富 会有国战啦 矿区战啦 世界boss都有 你得到的物品也可以贩卖哦 那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详细解释一下 OK那接下来进入重点阶段啦 小Y这边呢有帮各位争取一些福利 将会送出三个社区盲盒 跟三十个金块礼包给各位哦 就是三个盲盒加三十个礼包 盲盒也有机会开出金五将 只要抽到金五将的人你直接就赚翻 那三十个金块礼包呢 数量也是相当的多哦 NFT礼包录起来 那我们要如何参加抽奖呢 一样通过小Y以下的简单任务哦 一 订阅按赞小Y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二 加入小Y任意一个群组 给小Y你的钱包地址即可 不管是Tag群啦 LINE群 DC群都可以哦 三 留言我要抽奖三国崛起NFT 即可参加抽奖哦 OK 那这个就是三国崛起的游戏官网哦 游戏网址呢小Y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我们可以看到这游戏的NFT也是画得相当的可爱 那他们也有跟二级市场做合作哦 所以呢如果想直接课金的玩家 也可以到Element二级市场去购买哦 我们先进入二级市场来看看哦 OK 进来后就可以看到很多三国的角色正在贩卖哦 如果你是打算课金的人呢 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二级市场去购买金五将哦 贩卖五将的地方哦 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来看看哦 接着我们点击开始游戏哦 就会有你的个人中心哦 左上角一个设置充值钻石相当的贴心哦 你不用购买代币也可以直接使用B&B来购买游戏的钻石哦 那这边呢有一个个人中心哦 就是让你提现的地方哦 不过申请提现呢游戏方有做一个小限制哦 你的等级呢必须达到60级哦 还有账号呢要有储值五万钻的记录哦 因为呢之前太多工作室在白鹿哦 这是为了防止工作室的崛起做的限制哦 好 那我们直接进入白皮书来讲解会比较清楚哦 游戏内的货币及功能 这个游戏分为三种币哦 分别为钻石金条以及铜币哦 而钻石取得的方法呢 你可以贩卖道具或者是挖矿哦 还有参加世界boss以及国战哦 当然钻石也可以用来购买 道具武将跟换成铜币哦 你也可以直接就充值金条 来购买游戏内的道具哦 然后呢钻石也是可以在交易所 直接换成REMP 转成现金体力的哦 OK 那金条是干嘛的呢 金条就是用钻石去换的哦 而金条也有另外的功能哦 可以购买道具还有金币跟游戏内的体力哦 也通用盲盒哦还有世界boss啊还有国战陆场券哦 那铜币呢铜币的话就是可以用金条去换哦 铜币也可以用来升级道具武将部队等等哦 也可以用在交易所中出售其他玩家的钻石哦 所以他们的币呢是缓缓相扣的哦 有互补的效果哦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游戏的PVE哦 PVE呢包括战场副本秘密基地 那战场呢就是游戏中主要的任务内容哦 通过战场任务可以使你的角色等级提升哦 然后呢你的等级越高战力就越强哦 同时你的胜率也会提高哦 打赢呢也会得到一些装备跟铜币哦 那铜币呢也是相对的重要哦 可以用来升级之类的哦 这个我们刚刚有讲过 副本通关呢是需要一次打到底的哦 死去的英雄呢不能复活哦 但是你通关后会有大量的铜币哦 秘密基地也是差不多的 只要你在秘密基地战胜后呢 就会给你一些宝箱或者是图腾哦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PVP有哪些呢 PVP分为竞技场挖矿国战哦 竞技场顾名十一呢 就是你要与其他的玩家战斗哦 那么如果你打赢其他玩家会得到荣誉值哦 那什么是荣誉值呢 荣誉值其实还蛮重要的哦 可以用来换武器还有装备 甚至武将碎片等等哦 挖矿是什么呢 挖矿这个就比较简单明了哦 只要出战你的军队去占领挖矿哦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哦 然后呢你占领的挖矿时间到的时候呢 就可以获得钻石或金块的奖励哦 可是你占领的期间呢也会有人攻打你哦 所以难在这个地方哦 你要有点实力再去占领矿坑哦 不然你有可能会白花门票 最后就是国战啦 国战就蛮有趣的哦 玩家可以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 你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阵营去加入哦 去抢官位然后跟其他的阵营对战哦 国战赢的你可以拿到钻石哦 当然还有铜币哦 简单来说呢 国战就是你专门赚钱的地方哦 因为钻石呢你可以拿去换代币哦 那还有最后一个很特别的玩法哦 PVB世界Boss战哦 而这个Boss战呢是每8小时就可以参加一次哦 这个Boss战只要你打赢的话 会依据你的战机排名来赚取钻石的奖励哦 所以说呢国战跟Boss战是你钻币的好地方哦 那因为8小时嘛 所以你一天可以打3次哦 再加上国战一天可以打一次哦 等于说呢一天你就会有市场直接钻币的机会哦 最直接就是直接打钻石换代币哦 相当的实惯哦 OK那我们直接进入游戏给各位看一下如何操作哦 好首先呢我们点击军营 这边就会显示你拥有的武将哦 那目前这边就是小歪拥有的武将哦 OK我们点击武将进去以后呢 可以升级他的小兵防具等级等等哦 如果比较懒的人呢可以点一键强化哦 那仓库内呢就是存放你打到的东西哦 熔炉就是可以合成你的英雄哦 宝箱跟装备也是可以合成的哦 这边也会有任务哦 这些任务都可以一个一个去解掉哦 都会给你相应的奖励哦 还蛮丰富的哦 像小歪有时候会忘记领哦 你看一次就集了蛮多的哦 都是可以领的哦 再来就是活药系统 如果你想升级快一点的话呢 冲活药任务是蛮快的哦 可以来这边试试看哦 OK那战场矿场竞技场跟秘密基地呢 刚刚我们在白皮书都介绍过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还没讲到的 像是这个酒馆啦 酒馆就是让你抽英雄用的哦 里面呢有普通英雄 还有蓝色英雄跟金色英雄 这些都是有相应的代币哦 像是金色英雄呢 就要需要用到钻石来购买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铁匠这边 这边呢可以进行合成哦 不管是饰品或是装备哦 都可以进行进阶的合成哦 演练场是什么呢 演练场可以让你升级战斗的技能 战斗技能就是你在战斗中呢 可以用来攻击敌人的技能 选择你想要升级的技能 这边就可以做一个升级哦 那最后这里就是国战跟boss战 也是最好赚钱的地方哦 可是呢因为他有等级限制 最少要40级才可以进去打哦 那小Y这边也是刚开始玩哦 目前大概20多级啦 所以想赚一波的人呢 可能要先把你的等级链上来哦 好那这个游戏大概就是这样哦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ROEMPB 自从改良提币限制之后呢 现在目前ROEMPB有回升的状况哦 那想玩三国崛起的人呢 就是要先到这边买币作为门票哦 OK那以上就是三国崛起的游戏玩法哦 好那今天就讲解到这边咯 每部影片都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来制作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也请帮忙按个赞加订阅哦 感谢收看小Y的频道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